首先来关心这个民生消息 就是呢以后倒垃圾 可能要得先趁重量再付钱了 这是环保暑计划推动的 比较公平的按重量计费 最快的今年底前 就会和双北市来合作试办 部分垃圾车之后 会设置了趁重的设备 和悠游卡付费机制 成效好的话在全台推行 不过这样一来呢 不但费用可能比现行贵一倍 就环保团体和民众也说呢 倒垃圾还要排队刷卡 谁有这种闲功夫的